荒廢土地是浪費 雕空時間太無謂 香港需要浪接浪 讓我們開放空間給D100年輕人做節目 年輕有序 主持 車仔 思浪 白蘭仔 好,又來到後山有序 我們今天邀請了一位嘉賓 這位嘉賓是Francis 不是 我是嘉賓 因為在更專業的主持面前 你只是嘉賓 我是嘉賓 歡迎大家訪問我 不想訪問你 不想知道你的事 大家都很喜歡你 今天有個重點 重點不是在我 是在我左邊的 M&M的Apple 大家好 歡迎 你開咪已經感受到你的 對咪 你開咪已經感受到你在這個群體的定位 是什麼定位 就是主持 果然是一個資深的 我是嘉賓主持 嘉賓主持 正職就一會一小時見到你 正職 我認真介紹今天的嘉賓 上星期如果有聽《巴加不敗》有看 就知道已經邀請過一次 Francis就吃過一層味 我認真 我們這個節目都是亂說話的 我記得《巴加不敗》很緊張的 每一位嘉賓都隆重其次的 看到他尤其是小友邀請到女生 我特意在外面看著 真是小友 幫他看著什麼事 你知道他剛才剛才搞多久也知道了 所以就是這樣 你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再請Apple上來呢 話說當初《巴加不敗》約的時候 Apple也有問 阿姐也想跟一些 公司有沒有跟藝術的人 溝通一下 然後很快便想到Jack 然後在巴加錄音 我們忘記了《紫蘇郎》 不要緊 喝酒 我走了 我走了 關不關我事 然後在巴加錄音之前 叫Jack過來 聊聊天 你說Jack過來還是Jack過來 Jack過來 已經過來 今天交流關於藝術的東西 當時才知道 我不是很會叫做那個 什麼 你不是很會 你不是很會 我不是更加不懂 你比較聰明 為什麼他比較聰明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做這類型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幻想是天馬 很多東西都夠直接 反而我們經過思考之後 很多東西已經不藝術了 你純粹單向直線出發 我覺得很藝術 我看那些畫廠模都是很直線 你看過什麼 看過Apple的畫展 對 很好 他剛才沒有帶我清醒 果然還不錯 經過訓練之後 所以Apple除了是一位MM主持之外 也有說到他是一位老師 正學的身份 正式的身份 很多藝術家 對 對 Apple也曾經在畢業之後 舉辦過三場不同的個人畫展 對 不如由他來講 你介紹 沒有人比他本人清楚 大家好 這些都是他自己寫的 我可不可以自我介紹嗎 來吧 不要尷尬 我搶了你的帳 不不不 上次來就用一個 做Milmilk content creator的身份 溝通之下 其實我是一個很典型的 現在這個年代的 slasher 或者我們freelancer 我有幾個主要的身份 除了在MM做主持 還有做內容之外 另外我本身是讀藝術的 都會畫畫 畫了很多年 所以我也是一個畫家的身份 偶爾會放一下展覽 最近有一個個人展覽 在大館裡面的一間Gallery 另一個身份 就是一個中學的試藝科老師 是一個Messie Messie 但我的學生叫我Apple 所以你們都會叫我 所以我有這三個身份 是之前和 Jack跟你聊天 次回公開那時 上週都麻煩了 賣了 今早就下去 那聽起來 所以去觀看 更加深呼吸 繼續問一下那個展覽 那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展覽 你自己介紹過很好嗎 我好像介紹過自己 我們很輕鬆 我們會不斷重複說過以前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展覽 因為這間Gallery邀請我 因為那間Gallery 你們上次來的那裏 我們可以說名的 那個就叫Touch Gallery 是一間Gallery 大館的Gallery 之前也有合作過幾次 但之前的合作就是多一些Art Fair 或者是群組織 或者是不同藝術家一起做一個展覽 Art Fair就是藝博會 在會展 或者類近的Art Space 在會展那類的地方 類似不同的Gallery 組織在一起 然後去做一個亂宜的亂宜會 可能也會推銷一些藝術家 推銷一些作品等等 一個Gallery 一個Gallery 一個地方 一個聚會 活動 我想大眾來說就是分紗展 很多的Booft 但那些就不是分紗 是Gallery 和賣作品 例如好像是過去上個月的Art Central Apazo 和Apazo那種感覺 對 對 對 但這次找你合作去做一個展覽 是你第三次的個人戰 對 然後看到你這次的展覽 其實你是一山煙雨 聽名字就好像很煙雨蒙蒙 一些很舒服很迷幻的一種感覺 然後再看下去的時候 原來你是有些想起 十年前一次的獨遊的經歷 但這個意念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都是自己怎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搞過展 剛好是十年前 於是我就 我不知道 我覺得十年也是一個份量 然後我就在想 隔了這麼多年 我要畫些什麼作品呢 然後我就想起 其實那個年份 我去了人生第一次旅行 自己去的 對 自己去的 大家喜歡去旅行都知道 如果你自己去旅行 其實很多me time 就好像整個旅程自然治癒 去到今時今日 我都喜歡去獨遊 就是不需要別人感受 不需要就別人的行程 那種很自由的感覺 而且也是因為我喜歡獨遊 所以我之前做過旅遊記者 做過一個很短的時間 所以我就想 不如今次展覽 就畫 所有畫的藍本 就來自那次獨遊經歷 所以那裡有些作品 其實是一些 我 倒在腦裏想畫的畫 可能放了很多年 就是關於旅行 其實我很多年前 已經想了一些畫面 一直都很想畫 就是Inspiracy那次的 自己的旅行經歷 一直都維持了 或者沒有很完整化 想到底要怎樣畫 然後 反正是一個過展 好像整個主題 都可以很完整的呈現 不如今次畫 又好像給自己一個動力 一定要KO那幾幅 在腦裏很久 變成了 見你今次的幾個 今次的畫戰 主要是一些很山水的感覺 你剛才也有提到 很喜歡自然治癒 喜歡跟自己的對話 將自己心裏的感受 投射到畫中 那幾個心態是包括了什麼 你想跟自己說什麼 或者是有 代表了什麼 因為我們畫 可能在Garry會看到 但始終也不及得 有Apple親自去介紹 那幾個畫的意味 或者一些感受 當下有什麼想法 嘩 嘩 要腦袋運作一下 怎樣說 因為我覺得今次的概念上 其實很零散 一些想法很多 不同的 有以前想的 或者現在這個狀態 我覺得我一向做創作 畫一些畫 通常都是想講一些生活感受 即是我們一路成長也好 或者你一路生活 其實你都有一些 組織了一些價值觀上的東西 或者你的生活感受的東西 就藏在心底裡 我覺得我的呈現方法是畫一張畫 可能有些人是寫歌 或者寫詩 或者寫文 那些 我就會用畫面多些去思考 所以變相 例如有些畫是講關於回憶 因為我自己近來都會想關於回憶 即是有時候覺得自己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自己 有時候會被你回憶的 無論是開心的或者不開心的回憶 你會被它藏著 好像要回味多一次那種開心 或者回味那一次難過 然後我自己就有這樣的反思 然後有一些心情 想法 例如我近這一年就開始獨居了 自己一個 那種孤獨感其實很強 但獨居的孤獨感 又不是那種很慘 你是享受的 你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對孤單 沒有人在你身邊 有那種心情 有那種大事大節的時候 都只有我自己獨留在家 好像難免需要一些依靠 不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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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目中的浪漫 不是開玩笑 那個孤單感 有寂寞 亦有一種爽 但有一種享受 其實跟旅行一樣 你自己一個有時候會很爽 但有時候你覺得這個和牛很好吃 你也想有一個人在旁邊告訴他 不分享 但不需要的時候 麻煩你賺開 我很直觀 可能人馬座是這樣 所以例如這些感覺 我都會放進畫裡 但可能人們看 例如今次展覽已經過了一半 那一幕有時候都聽到一些feedback 可能人們看未必會看到 但我覺得其實畫就是這樣 創作一向都是 我說什麼message 其實我覺得不太重要 反而是人們感受到什麼 或者我覺得最棒的是 人們看完之後 會連結到他的version 他的生活經歷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溝通 用作品溝通 對呀 我覺得用作品溝通 我覺得畫畫很爽 旁邊的題目 或者解釋 一向都不看 有些人像你 我最主要是懶 我自己也是 我看展覽 我就不喜歡看caption 因為你看到那個名字 會有鮮游為主 會有些 hint 我自己擺展覽 我就會很著重於那個名字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 hint 讓人多了解你真正的故事 你怎樣 你先說吧 你先說吧 我想說那個caption 我以前讀的時候 畢業展 或者有試過跟其他同學 還有學生的時候 都有做過一次的小型展覽 我下一個caption 就是這樣一句 是 untitled 又不是 untitled 我有給他一個名字 但我的解釋只有一句 但我不記得我寫什麼 因為我亂寫幾本 我覺得都無所謂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滑出腸 或者你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會解釋 很肉麻 會不會 那些名字是否要改一些很圓 還是很直接的 不是 有什麼都有 是看別人的風格 我要考慮很久 考慮名字很辛苦 你好像幫寶寶改名字 我的名字是 但我知道很多人是 untitled 不貼就很麻煩 是啊 我經常覺得 untitled 是沒想到的 我也覺得是 試試看就會有 這些就是 怎樣說 untitled 就是主辦方叫藝術 然後他想不到 然後真的要拿一些 Caption去print 那一刻 那他被迫要打 untitled 對 也可能是 說了這麼久 我覺得應該讓大家看看 我可以按著你的擺位 因為我記得你說過 當天我去看的時候 聊天 你也說過擺位是有鋪排的 是整個罪事的過程 我現在嘗試憑記憶 對 對 因為西哥是錯了 對 對 我們後期會加進去 所以現在看著這個實體 我記得第一次想拿這個 對 沒錯 好在 我很用心 這個吹波波 有老師的鼓勵 很厲害 那時候這部畫 要多點鼓勵他 這次真的錯了 對 沒關係 這不是老師安慰你 我覺得次序也不是最重 對 因為看畫是很直接 很主觀的一件事 其實真的沒什麼所謂 對 所以第一張應該是 吹波波 對 吹野球 我忘記了名字 你要看 你來發問 對 這部畫背後 是含著什麼 我看第一次的時候 就看到類似 就是吹波波 但是在背景 你有沒有誤會是烤膠 沒有 我的誤會是燈膽 燈膽 其實也像 燈膽 對 然後 如是者附近 有三個不同的波波 所以我說你是藝術 你能夠把這麼具象的東西 可以想到這麼 扭曲了 成了一個燈膽 老師又想問 為什麼 這個背景是雲 為什麼你會飄到天空上面 因為是雲 在天空上面 但是你不會飛 為什麼 你會上來這個天空 看到這個天空 對 你說 其實直接問 為什麼你會第一張 放一個吹波波的人的動作 是不是有什麼 你想說出來 或者是想將一些話語 是否要送上天空 因為整個show 因為剛才說 我整個concept的藍本 是來自我獨有經歷 所以其實 我就把這個展覽十張畫 變成了好像一個旅遊的trip 所以順序是一進門口 左手邊 繞一個圈順著牆看 有些像連環圖 因為那個story 我嘗試有story 在裡面 就是畫裡面 我經常會看到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 其實我沒有特別 Label 是什麼人 他們可能是我 和我的inner self 又或者可能是 whatever你想到的人 或者是任何大家 幻想 對 其實他們 由第一章開始 就是其中一個人 就開始出發 去尋找另一個人 這個我想echo 或者叫做暗語 我覺得獨有 是這回事 或者我覺得生活就是這回事 就是你每天都在找 你裡面真實的自己 的一個狀態 所以用了這個來做一個暗語 就串連story 所以第一章 其實就是這個人 他就開始去吹波波 其實他是在發訊息 去找對方出來 但你要找到其實很難 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你真實裡面 心裡面的想法 是不是真的這麼honest 有時候 所以我就用泡泡 因為泡泡是一個很fragile的東西 就是好像你這樣說 不知道會飄去哪裡 又或者他不知道何時會爆 就是一個這樣 你好像 是不是 我在想想 我欠心這萬人 在想想 我在想自己 有時候你說得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 其實我有時候跟別人說 其實我究竟是否最誠實的自己 是否最誠實的自己 你一個比巴士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影響了一個藝術家人 對 再決定放棄巴士 對 我說你放棄 他很迷茫 他很投入 我投入 你有聽嗎 我有 有 你剛才說什麼 沒有 第二張 還沒說完 第二張 第二張 沒有記錯應該是這個 是 是 是 憑著記憶 你很喜歡 這個很喜歡 我記得你一進去 很喜歡這張 我還記得當日你像小朋友 第一句就說 我喜歡這個 對 你回家吧 這個日落 這個日落 很舒服 為什麼你喜歡 我看著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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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著獨木舟 在獨木舟 在獨木舟 木板 對不起 是祝佛 是祝佛 對 祝佛 撐著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知道 祝佛 總之就是 有點迷失 想去東南西北 不知道去哪邊 大海的中心 純粹我覺得這幅畫 非常動態 遠望的時候 感覺到海在動 雀鳥也在飛 所以我覺得 而且它有一個層次 那個層次 不是 對 你覺得什麼 你有信心 我不喜歡畫 那方面 MISS在教你 其實是的 因為作為藝術 其實在某程度上 喜歡聽別人的角度 怎樣看自己的畫 得到什麼訊息 有時候 可能我沒有想到這些 但你看到 其實這是意外收穫 藝術會喜歡這些 對 他說得很對 我真心覺得是的 因為通常 例如你 甚至你是不熟悉藝術 我覺得更好 因為你的觀感 就會跟一些藝術人的觀感 很不同 可能我的朋友 就會說 這裡的技術 或者他猜到我真實 想表達什麼 因為大家思路在累 但你看到巴士 突然間看畫 那個思路方式 應該跟我接觸那些藝術人 很不同 沒有巴士 因為巴士是硬 四方形 然後是固定的 巴士路線去走 但你畫 其實你是可以 很自然 很自由 很不規則的線條 他在思考 他在思考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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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就是深藍色和日落的橙色 去到交錯 交錯 交錯 不是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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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真的挺好的 我們讀阿Viso 就是要學懂如何理解幅畫 我真的有潛質 我也說有 你是給巴士山 我不信自己 因為真正的想法 都九成 你沒有說任何想法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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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形容畫 對 你想說迷惘的感覺 對 迷惘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遠方的我 對 他正在尋找別人 他也可能是迷惘的 但因為我每次畫這些畫 我覺得最難畫 就是畫一些人物的面部表情 因為我經常要想 就是 是不是那些朋友 就是那些面部表情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 就是 我要怎樣去畫一個人 他在這個情境底下 或者在我建立的這張畫 我認為是一個世界 他在這個情況下 他需要一個怎樣的情緒狀態 然後他的情緒狀態 會剪到一個怎樣的表情 這是我想的最久 所以很多時候的畫 到最後是欠個人的表情 欠他很細節的位置 例如這張 其實我真的有想過 是否表情要很迷惘 可能迷惘的表情是 眼神空洞一點 望遠一點 但是 我畫了他 是一個相對微笑的輕鬆 我覺得就是 我想他在裡面的心態 就是他面對著 不知道找不找到 或者不知道去哪裡 的狀態 但是他是微笑以對 而這件事 我覺得觀眾是看到的 因為我也聽到很多 feedback 他會形容到 好像你這樣形容 他會形容到 這張畫裡面的人 他應該是開心的 他應該是輕鬆的 他應該是 心打得很開的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 不愧是我真的用了很久很久 畫的表情 我會有一點 我覺得這麼多畫 重機來說 都是比較正面的 就是開心 看完之後 令人很舒服 令人很開心 例如一個不開心的人 的心情 你看到這幅畫 你不會覺得 糟了 很灰沉 那種感覺 為何會給你這個感覺 因為色彩 用色上面 是在用色上面 例如第三 之後那張是什麼 之後其實是這個 舉例 舉例 先按這個 不對 不對 記錯了 對不起 你對 很對 因為他調了一個次序 在畫浪 你也對 Gallery調轉了 對 上次我跟你說 應該是這張 你很厲害 記得了 所以他說 不用做資料搜集 我早就做了一個腦 我星期六多日已經做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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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林這個 說一下 你來形容還是怎樣 祝林這個 我覺得由你來說是最好的 我來說 你呢 祝林這個 就好像被困在一個 在迷宮裡面 對 然後 然後 大家 這兩個人 就相依為名 隨便來 想方法 如何逃出這個 迷宮 他好像輕鬆了 開始入了狀態 然後 他在做什麼 他們在做 24分鐘才進去狀態 那塊布 那塊布是怎樣形容 不要緊 這個位置放棄 這個像是打字機 這個只是一張紙 太悶了 所以要戴幾本寶仔 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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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日記 這樣 對嗎 律師 沒有說對嗎 對 但他的感覺 對 你弄得人家的作品很沒趣 你怎樣 你怎樣 我也笑 但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這個 這個我一開始 我不是很 在 不是很 搶到我 我 第一次 衝過去 去看 但我之後 我再看 我反而很喜歡 這幅 但我又說不出為什麼 因為很溫暖 我覺得 這個顏色 會不會是 這個顏色 我想了很久 真的搞了很久 我只想做到那種 少少日光透下來的亂 但我又想保持綠色 綠色 因為綠色對我來說 是冰冷一點 但因為它始終捉了 我就想了很久 顏色是怎樣 還有我打不打這個燈光 想了很久 然後 我試了很多顏色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是最接近我心目中的那種 因為這個畫面 是說那兩個人 在故事裏 他們不是重新相遇 他們相遇 你幻想 在我的版本上 就是 他真的同到真實的自己 去見面 那個時刻應該是怎樣的 這個情境 應該是溫暖的 然後應該是有一點驚訝的 所以左邊的人 是有一點點滾下眼 然後另一個人 是有一種 很恩惠 我終於找到了 那種 可能有少少感動 少少恩惠 你很投入 找到另一個人 我找到你 他的表情是這樣 好戲劇性 好戲劇性 他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 給對方 但他一直都寄不出去 好像迷宮那樣的森林 就像你剛才說的 其實對方不斷有互相 他們兩個都不斷有很多話語 想跟對方說 但一直都說不到 或者其實聯繫不到 這個油桶也有少許故事 中間的綠色油桶 其實燈光的影響 所以是這個顏色 但它本身 其實是一個我在家附近 發現的一個 舊英籍時期的油桶 綠色的油桶 但它是白色綠色 我沒有看過那個款 但我後來考慮 其實應該在香港還有一些 但當我看到這個油桶 因為我住在西貢的山邊 它是一個比較山色的位置 野草 當時我一看到 原來是這款的 然後我就知道 究竟它是否合作呢 然後我就心想 會不會我現在放封信 其實記不到 沒有人來收 我沒有所視開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就將這個 我沒有fact check 究竟是否合作 但我就將這個element 放進去 所以真的是一個 叫做記不出的信件 等於有一些話語 其實你很想跟別人說 但你又一直都 傳遞不到出去 只能夠藏在心底的深處 坐在自己的褐蝦裡 鎖起它 很討厭 很投入 我以前小時候已經聽到這個 但我覺得 你可以作為這幅畫的後續 嘗試自己寄一次給自己 我覺得挺好玩 但是郵差收到 在那條村口收到的信 就寄回我的船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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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它是收回到郵局 再收回 然後再出來 未必知道的 應該不知道 你和坐地鐵 入閘後馬上出閘 沒有分別 接著接下來的這幅 就是我們背景用的這幅 你最喜歡 好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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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都住在這個地方 如果不說 你覺不覺是城門河 我第一次都不覺過 第二次就這麼熟面 因為我看到地下 地下都是橙橙的 紅紅的地下 這個有根竹 因為從小到大都在城門河道 跑步、山步 失暖的就是大喊 這些都是在失暖位 或者熱暖位 熱暖和失暖都是在河邊 是啊 哭了 城門河到底見證了多少眼淚 對 很有感情 你也有份 二十多年住在沙田這個地方 二十多個女朋友 這個應該是一條 沙遠橋 對 怎麼過馬路 對 你真是地板 你說得出沙遠橋 沙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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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時候也是 對 我住沙田人 所以 這間 這間是這個 泰國的 賭賭 賭賭 三輪車 三輪車不是香港 所以我很多畫 結合了香港風景 和我印象記憶中的旅行風景 然後結合了 所以相對地 其實 接下來應該會 另一張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這套畫 相對地 在我看過那個展之後 我覺得相對地 是具象化一點 因為很實在 一個叫做河邊 橋 相對地很硬 其他有些 山 水 竹 風景 元素 甚至後期 你會說到 一些意念景象的畫 所以對我來說 這相對地 是接近最寫實的一套畫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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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說 因為我這次是特地畫多些風景 因為我以前 也不是 例如這些畫 很多時候 我的畫會有些城市風景 建築 交通工具 路牌 路燈 我是挺喜歡這些元素 可能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 疫情令到我 和很多人 都會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地方 我覺得全世界是一個現象 然後再加上我 疫情前後 疫情前那段時間 我當全職記者 你每天都是找故事 我當富刊記者 所以我們是找一些 比較軟的故事 很多時候 這些故事 都會和我們本土的東西有關 即是香港 例如紫皮石 又或者香港的交通工具 又或者一些 城市觀察 我想多了 可能是因為這些城市觀察 多了 然後令到我的畫都變成這樣 因為我以前再久一點的畫 其實都真的不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畫是 如果一個藝人 很誠實地去畫一些畫 或者做一些創作 其實我覺得他是很誠實地 反映那個人 可能某一面 某一個面向 又或者他當下的生活 我經常覺得是這樣 所以剛才你說 很色彩繽紛 很開心 我覺得其實也是反映 挺反映Apple 可能是 很色彩繽紛 很色彩繽紛 很正面 但為什麼你會選擇城門河 就是因為我生田大 住了很多年 然後我想畫一個情景 是有輛車 然後一些花瓣 好像後面那樣 飛走了 然後我就想 那輛車在我腦海中 會是怎樣 我就覺得它可以 在一些有風的地方 有風的地方 我想起水 我想畫有水的時候 我就想是否海邊 還是那邊 然後我就想起城門河 然後又覺得 有點情意結 沒有理由 我生田大多年 沒有畫過城門河 所以就特意畫 最初我很堅持 這個是櫻花 因為城門河 現在真的有櫻花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跟著遊艇會 都像 都像 剛才是嗎 我想說 其實看一個展覽 也反映了 他人的心情和性格 他看的比較樂觀 他覺得色彩繽紛 但我第一眼去到 其實我不是這樣想 你是怎樣 其實是很矛盾的 一部分是色彩繽紛 例如現在這一幅 背景一幅 但我很專注於夜晚的景 夜晚冰冷的 也證明了我個人 是比較憂鬱 一個對比 一個對比 一個主持人 而你是一個比較樂觀 跳脫 比較開心 一眼就只能看到 色彩的東西 所以就對了 一粒一粒 所以就對了 我也是 我會形容 尤其是他放在正門 斜少少十多二十度的角度 電腦桌旁邊的位置 電腦桌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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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眼其實很容易看得到 兼且加上 那位置是直線容易看得到 重要的是 這幅畫本身是夜晚藍地 但是他用那隻很螢光色的黃去做一條路 在顏色佔比上 雖然他未必可能佔畫面很滿的份量 但是反過來就很鎖 整件事很搶風 整件事的感覺 所以我第一下看是先看一幅畫 然後我看一看 哇 那一幅畫很大 很光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再回頭 從頭開始 再慢慢看回 原來你是一個獨有的故事 然後山山水水等等 之類才再掃下去 但是這幅畫給我 影響最大就是這裏 也是的 我也很刻意用這個螢光色 不是一些我超熟悉的物料 因為原來 不是 因為顏料 這樣說好像太轉 但是顏料 它很有不同的個性 例如黃色大部分都比較薄 螢光色是更加透的 然後不同品牌也有不同個性 即是厚實質感 或者易不易推 或者易不搭 所以這隻螢光色我調了很久 基本上我一看到有螢光色 我就買 即是前排畫的時候 然後 我是想有一種月亮曬的感覺 但月亮曬又不是這種螢光 你應該是結白、皎結那種感覺 我就是不想這樣 我就是想那個月亮有一點溫柔 但它很明顯 因為月亮曬 曬月亮 很開心 不是啊 我在想 很衝擊 很衝擊 曬月亮我照下去 因為我們平時曬月亮 我覺得就是皎結 就像我另一張畫 我畫月亮的光 就是白白地 很溫柔 但是我覺得 有一句歌詞 這個我也很多 可能有些聊天或訪問都會說 就是我很喜歡蘇打錄 蘇打錄有句歌詞是 長長的街道攤在月光下曝曬 我很喜歡這些有些詩異感覺的一些字 然後它用曝曬去形容月光 我就覺得 月光一定不是曝曬 但是月光的曬是有一種溫柔的 但它是有暖度 不是那些phesically feel 到的溫暖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棒 漆黑之中的一點光 螢火 螢火蟲 你喜歡 糟了 崩潰了 短短三十個分鐘 終於令人可以崩潰 一片螢火蟲 螢火蟲好像說了別的 螢火蟲也可以照到這樣 你還蠻如落星 我上次感受不到 我想螢火蟲那一點竹竿 絕對做不到這個大光燈四個 有很多螢火蟲 如果螢火蟲照出來 這是大電筒四個條路 康裝大島 好像那些奧斯卡 我好像明明 Jack剛才說他直線思考 有他想到這件事 這件事很藝術 其實是的 你排除了一切的過濾 這麼直線的我也做不到 還有我的衝擊 究竟月亮在想 Apple剛才說 究竟月亮是怎樣 真實的色調是怎樣 所以很適合 它給你的衝擊 是可以衝擊它 這件事應該是很高難度 有趣有趣 有趣 剛剛的對話 足以令你啟發到 新一系列的作品 開始學習到完全沒有過濾的去想 我決定剪掉我的部分 我決定剪掉我的部分 不如今天開始 你每天畫幅畫 有的 因為我看到IGDK 有些挑戰 是每天都做那件事 其實你可以試試做這件事 你不需要 我幫你記錄了 是的 我們算是畫火柴人 沒有問題 畫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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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屋樹人 你可以是巴士人再加 不要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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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直線思考 畫任何東西都可以 任何東西 嘗嘗嘗嘗嘗 一個月之後 你再交給MISS 看看還願不願意跟你說 看不到怪 她失憤了 她說不說也很乖 哈哈哈哈 很放心 我們是想說完 還是我們留在實際上 說不完 不如說完最後一幅 最後一幅是畫的 這幅可能你會開心 因為有交通工具 有交通工具 這幅綠色的電車 我上次還問Apple 是否在北角的電車總站 說不定是北角的電車總站 都說是堅尼地四 但我就沒想過 我死了 在修盾球場 在修盾球場 對出那裡 為何修盾球場 為何修盾球場 剛剛從那裡來的 哈哈 我反而想起一首歌 什麼歌 《櫻花樹下》 我不會唱 《櫻花樹下》 因為櫻花樹下 它也是電車 也是櫻花樹 但為什麼 我第一次很吸引我 是水哄 為什麼你會加水哄 形成一個反襯的效果 呃... 哈哈 不要緊 很直覺 我不知道 很直覺 你幻想它是剛剛 落原雨 對 我想說落原雨 不是很濕 很難受的 我覺得是清新的落雨 那一天應該不太熱 然後我想 因為它是在電車 我想它兩個人 好像從來都沒有發現對方 但離開那一刻 坐在那裡的那個人 回頭看一看 我想它好像是一個 當別人離開的時候 它就發現了別人的存在 那種患得患失和離開前的感覺 離別的人 但很可惜 沒有機會跟那個人聊天 你也知道 因為 他會不會下車 除非後面那個人跟著他 一起下車 你嗎 唉唷 我只留意到他兩秒 近中狂 原來已經沒有這個機會 可惜 對 這個可能 例如你會這樣想 可能有些人會想 可能他會叫 你不知道 這些就是 人和人的緣分 我想 我想呈現一種 有一點點 有緣無分 有緣無分 的感覺 還有這輛車 如果我很直白地說 我背後的想法就是 這輛車 其實是一個回到過去的電車 其實我有隱藏在水牌 那水牌 雖然看上去 我正在研究什麼字 通常那個是寫總站位置 我特意用一個 好像假的 好像符號的寫法 寫了其實是過去 然後有英文 就是the past 原來是過去 是一個回到過去的列車 你可以選擇繼續坐到尾 然後你可以選擇離開 令我想起 對不起 沒有 你說 我想起周杰倫的一首歌 想起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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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記得你有說過 後面也隱藏了一些東西 是的 隱藏著一個開始 是的 這個紙皮石 就是後面有一張紙皮石畫 然後其實我畫紙皮石的這張紙皮石畫 其實是我展覽裏面的另一張畫 大家去到看就可以找一下究竟是哪一張 因為我很喜歡把一些畫和畫 因為他們對我來說 全部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 我也不知道之後的畫會去哪裡 然後我經常都覺得 這樣可以令畫之間 好像兄弟姐妹一樣 有個聯繫 我覺得很好啊 總有方法可以找到對方 那就要儲齊你的畫 希望有人這樣做 是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其實很肉赤 其實有時候 賣了一些畫 因為我覺得每一張畫 其實都是販賣感情感 我覺得這東西是最貴的 回憶感情這些東西 就好像割了一塊肉 然後我覺得 發了那麼多心思 是的 所以他真的改名很難 然後我覺得 我也試過買一些畫 給一些藏家是外國人 他就帶了他去外國 然後我覺得 假如有一天 我很多畫 在羅浮宮見到嗎 如果是 很厲害 沒有 放在那裡會被人扔東西 林里茄汁 然後再黏在那裡 不過他會有一塊玻璃 保護著我的畫 所以不知道扔來做什麼 是的 然後我覺得 如果四散了之後 他們也好像有DNA相應的感覺 四海之內皆兄弟 這句話不相似 還是有點懶惰 但這幅畫我又很深刻 除了是因為交通工具之外 我對方沒有特別癖好 我澄清一下 沒有人跟你爭吵 你有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是完全沒關係的 由你的手法 你的風格 或者你表達的東西 我相信都沒有關係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眼 那一刻我看到我想起 Dolly有一幅畫 有很多個中遠奶奶 是Dolly畫 最經典的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想起這件事 但應該跟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挺有趣 那也挺開心 別人看我的畫 想到Dolly 想到一幅畫 好像很厲害 已經去到那個level了 不不不不敢說 不好意思 Dolly 不敢說 不敢說 別人參考你 好 接著 清晨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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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你去吧 她已經不在了 她已經不在了 不在了 哎呀 哈哈 哈哈 臉都紅了 所以 不要剪這一段 你一定要摸 這個要摸 這個要摸 我的臉都紅了 哈哈 哈哈 真的紅了 不是說笑 我真的紅了 我自己給自己一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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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真的有興趣 不妨去看看 出街的這一集 還有大約半個月 4月26 出街是4月26 26 4日 這個禮拜 對 還有這個展覽 是逢星期日和星期一都不開 所以趁星期六 放假就開 快點去看看 還有這些作品 你會不會再出現在那裡 我可能會 對 我可能會在店裡 不妨有什麼問題 問問MISS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去到下一個部分 講講教育 這個也是當日我們在Gallery碰面的時候 說了很久 差點就不能離開了 哈哈 你完全承認所有來到的 朋友仔 朋友 貴賓 觀眾 全部都忘記了 因為我們在討論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香港年輕人的未來 好像很厲害 對於藝術的未來 對於藝術的未來 藝術教育 因為當時知道了MISS 即教VA 試過藝術 我就馬上有很大的感覺 對於這個科目 我是又愛又恨的 先說一下這個前次 因為我遇到有兩個老師 是 一個很藝術 一個很貼心 很厚視道向 對 是很差勁的 以前的時候 因為很醉心這件事 當然當然很喜歡 開頭教我 任由我發揮那個 但因為 後來身體問題 停了一年 停了學 停了一年 之後 再跟進去 就另一個MISS接手 完全是兩個方向 是很大的影響 我從以前很喜歡 每天放學留在示範室 到我之後很怕去示範室 成績正是相反的 很重要 那你最後VA4出來的成績 有沒有好 如果他考試道向這樣教 4 因為我找了MISS 去問她的意見 她正說 你好像不懂畫畫 為何 你說的是考試道向MISS 不是 就是之前那個 對 因為我去到臨考前 我很緊張 很害怕 我去找她 大概那段時間 我給了另外兩年的作品 她說 為何你好像不懂畫畫 很大壓力 本身很大壓力 還要被人說 比之前的MISS 很敬重的老師 說了這一句 她不是嘩 她是想幫我走 找回自己想做些什麼 不過她說出了這個形容詞 其實在成績上已經反映了 因為我原本是考第一 然後去到考最後 我明白你想說什麼 MISS說你不懂畫畫 其實她不是在說你 她是在說你藝術表達 那個 怎樣說呢 她不是批評你畫得很差 因為如果她用她本身的教法 她應該是說 你本身好好的好的 她意思是 你本身好好的做一些作品 畫多一些她眼中是一些畫作 但到現在可能你太 即是你twist了個mind 因為要應付考試 所以反過來 就是搞到你沒有了本身的自由奔放 那些畫畫 對她來說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這個過程中 我很討厭一個形容詞 如果你是考試主導的話 她很強調符號這個字 是不是 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說多一點 即是她要在你的作品 大家可能沒有讀這一科 聽聽說一下 即是她的評分手質 或者她的 她要看到你的元素 你所有的東西 譬如我畫了個人 譬如我以這幅電車為例 為什麼我要畫電車 她就要形容這個為一個符號 我就要去解釋 為什麼我要加電車 我為什麼這樣畫 是關於鬼事 即是等同於你其他 一些普通文理商科的考試 就是你要回答一些keywords 我可以多給各位觀眾 就是VA4考試 它主要分了兩部 一部就是現場考試 第二部就是SBA 所以SBA要做四份創作 四份作品 那時候是六份的 幸好是淋了一年 淋了一年就變四份 多划算 不用玩 結庭的時候只有兩份 哇 我反正跟學生說 你半屆應該做到的 招一條龍也可以 我覺得這一科是很划算 三年做兩份作品 而且那個情況是 它的分數是五十五十 即是你臨場考試 你會踏Q 可能會有很多因素 影響到你表現 但是那裡只佔整科五十分 然後如果你SBA 即是校本評測 我們叫做 你學校那一部分 那些work守得住 拿到高分的話 其實可以幫到很多 所以我經常覺得這一科是很划算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那是很辛苦的 就很痛苦 一人是退休了 也有 因為他除了做那四份創作之外 你要做一本 就要記錄那四件創作的過程 就好像一部presentation 另一部分去臨場考試 分兩份卷 第一份卷是繪畫卷 第二份是design 你應該是考繪畫 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我也覺得是重的 就是現在考試制度下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老師收到一份表 那就是平和準則 但美感這件事很主觀 或者我去判斷 這是什麼好的art work 我也有我的看法 例如我最核心 我覺得是誠實的 但誠實在這個考試裡面 是一分都不值的 所以我教的時候 其實如果我這一課是教考試 我就拿著那個評分表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評分表 去跟他們說 你要做些什麼 你這個程度畫這張畫 就多少分 就好像照單手一樣 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覺得你遇到的情況 或者很多學生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他要在這個考試制度下 符合那個表 他才拿到高分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你這個style 就應該是 你可以更正我 你的style應該是 你畫畫的時候就自由奔放 就是你不太想什麼 可能畫 我喜歡 為什麼你這樣畫 為什麼你用紅色 沒有啊 爽啊 我覺得紅色漂亮 可能只是這麼直觀 但這件事在藝術層面 藝術表現上 其實絕對沒有問題 可能只是個人情感表達 可能只是這樣 但如果我塞進這個考試制度表 那就出事了 就是因為你解釋不到 紅色是為什麼 你的reference artist是誰 你可能沒有reference過任何人的work 那他又會 可能就是 為什麼你講符號呢 就是因為符號是 一些很concret的東西 給那個評分制度去知道 你這張畫想說什麼concept 例如車代表回憶 花代表 我亂答 花代表 感情 感情狀況 這個就有一個很清晰的說法 去給人知道你的畫 是否符合你的概念 一張畫 或者一件作品有概念 就為止是有深度的作品 但從來 如果我現在轉mindset 我不用考試制度的想法 我純粹用一個artist的想法 就是一張很不好的畫 或者作品 其實不一定要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deliver一個世界和平的訊息 或者戀愛什麼什麼的訊息 或者這樣說 我想三個小時的配話卷裡面 是沒有可能定義到一件事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你反而覺得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只是在乎那個人 即是畫那個人本身 強烈的感受 那個presentation 我覺得三四個小時去畫一張畫 是困難的 絕對困難 但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是可以的 即是有些人是會發辣的 但他畫的東西可能很棒 即是我也認識有些artist朋友 他們的畫畫就很快完成 即是我很羨慕 但我覺得在這個考試制度下 就是 他就是要做你的所謂 即是相對直白的東西 那變相出來是什麼呢 出來就有一個terms 就叫做考試畫 就是一些符號學的東西 但那些符號絕對不浪漫 那些符號就是 就是白甲代表和平 冰山就會說全球暖化 即是這些很直白 那些人一看就明白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考評那個人 平躍那個卷的人 他就是看一些很直白的答案 他需要 我們舉個例子 在街上可以怎樣看到 去各大的公園 看看那些壁畫 大家知道什麼 那些就是所謂的畫公仔畫出牆 就是這樣 有另一種說法 就是因為平衡的人 其實他都不知道 究竟應該用一個 怎樣為之標準 經常都說標準 就是究竟怎樣為之好 怎樣為之不好 或者 其實藝術可以是一個很主觀的意願 其實他如何去平衡 究竟你畫的東西 究竟是否叫做好 或者是否叫做貼理的意思 等等之類的一些很多的理由 因素之後 他唯有最後就是 所謂的香港考試制度 總之我要把標準 但是那個標準 是不是最適合 其實不一定 永遠就是 他用那些所謂的標準 那些叫做貼格仔 去叫做貼點心 總之你符合了他的標準 那你就高分 但是其實你的標準 是不是等同於 叫做 叫做 叫做代表那件事 或者是否最直白一點 是否叫做代表好 其實可能或者 如果你說的一件事 可能本身那件事 是所謂的 叫做黑色的東西 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 陰沉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用著 紅色的表達 可能是一般人眼中覺得 紅色用大紅 用大紅去代表陰沉的 可能是錯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解釋 其實可能大紅 才是反映著 一些叫做 黑暗面裡面 一些很重要的事項 例如血 你這樣一個 繞個圈去描述的時候 其實如果在考試制度 他不懂得拿這些去做標準 他不懂得拿這些去做平衡 所以在考試制度之下 你就錯了 但是其實原來 你出到一個大世界的時候 其實原來你想到 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其實可能你才是正的 永遠這個就是一個落差點 所以考卷裡面 現在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因為考卷除了給你一張紙去畫畫之外 他有一張rought paper 那張rought paper 都會掃描 然後給月卷員去改的時候會看 那張rought paper 就是一張草稿紙 你可以起到起 draft 然後我們現在的建議就是 你寫完那個concept下去 寫完這個畫下去 幫他明白 是的 月卷員是會看的 suppose 那就幫到那件事 課分數的話 所以 但是我覺得 那個情況 因為我去教 我也會出現這個矛盾 就是我要他們訓練到 符合考試制度的作品 但是我也不想 那些學生畫出來 是很老套很考試畫 但是我覺得 那件事是可以平衡的 我經常都很相信 雖然我覺得很難 就是我覺得 他們從來都可以畫到一張 是符合考試制度的要求 兼且自己很滿意 又或者是所謂很有藝術性的畫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以前讀書 我都是長期抱著這個心態 想去做這件事 我以前也畫過一段時間 是很考試畫 很符合學的畫 但是後來我再去到 大一點 我就發覺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欣賞我自己的作品 而且最重要是 因為那時候 我都遇到一些好的miss 變相 他開闊了我眼界 就發覺 原來外面的展覽作品 是這樣的風格 為何跟我認知中學生 什麼藝術 試過藝術展的作品 很不同 原來是因為 別人中學生試過藝術展 Display那些 就是很考試 高分的作品 你的眼界 就限制了考試制度下的藝術創作 即是一些sculpture 也說到很直白的 但是當我去跟miss去看藝術展 可能是一些local artist 或者外國 或者去那些art fair 然後我發現 原來 世界很大 我也是讀了art school 之後 原來是皮毛 對 所以我覺得你剛才遇到一個 不是說好還是不好 遇到一個 我覺得是對藝術的開放性大一點 一個老師 我相信Apple是一個這樣的老師 因為我記得你講過 你會教兩種評審的準則 我認為是很強點 因為我很矛盾 就是我不認同考試制度的structure 我覺得裡面有些價值 我覺得SBA這個概念是好的 如果你是認真教藝術 你很好運用 我當作是一本sketch book 你將你見到的東西 你的感受全部記錄下 然後最後變成你的作品 然後拿去教考試 其實是可以的 那本已經很好看 還有考試制度裡有一部分我很喜歡 現在叫做平相 就是給九個字時間 你去寫一篇Essay 那就是 大寶也有formula 我解釋一點 就是他會給你兩件art work 然後study 然後他就會叫你寫一篇Essay 去拆解那兩件art work 拆解的狼狼就是有一個structure 有四個step 第一部分就是描述這件作品 第二部分就是用不同的 就是講一下這個作品有什麼 看到什麼概念 然後去分析它的technic 用了什麼顏色 構圖 什麼技法 類似這樣 然後最後要講個人意見 就是你喜歡不喜歡這個作品 為什麼這個比這個好 然後套下去這個社會大環境 可能你有閱讀到什麼 其實這些是一些我很多學生都不喜歡 因為就是很structural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它有價值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真的你出去看展覽 看work 其實都是按著這個structure 其實是訓練你的批判思維 其實是訓練你的腦去想 那幅畫 究竟其實它由第一層 去到最底那一層 其實它分別代表什麼 因為其實每個藝術去畫一幅畫出來 都某程度上有一些意思想帶出 其實也變成如果你訓練得好 其實它會令到你不會看了一幅畫 過眼雲煙走下去就算 但起碼它令到你去想多幾步 去了解一下別人究竟意思是什麼 或者它想帶個什麼訊息給大家 我覺得是提供一些觀賞方法給他們 還有它可以寫自己是否重要 而且這些很主觀個人感受 你想想在考卷上現在多難 就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認真 所以我覺得 我鼓勵大家寫不喜歡的 儘量都不要喜歡 有得不喜歡就不要喜歡 或者你說到就可以了 你不是只能解釋 或者用一些技術性的方法去解釋 所以我剛才說我的教法 就是我會 因為我要他們考試 所以我一定要教考試 但不適合我本身的美學觀 我就會跟他們解釋 就是我教的時候上課 我就會說 好現在我要講考試 我以下講的內容 就是符合這個考評局提供的評分準則 去講的 你自己看吧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一起看畫 然後就說在這個層面上 就符合哪個分數 去解釋這個是考評局的美感 然後下一回合我會介紹藝術 通常我可以介紹的藝術 要不就是他很有功能性幫到我的課堂 要不就是真的有我覺得一些正的東西 我身邊的同學 舊同學 又或者一些前輩 我覺得好東西當然要分享 通常介紹那一部分 我講一講 我就會說 我覺得這張畫很棒 我就不斷說自己發表偉論 我就會說 這個就是我的見解 然後我可能有時候會說 如果我套考評局的見解 這個朋友會說 Fail 類似這樣 我想很清晰讓他們知道 考試的框架 就是被框架抓住 這是事實 但你要考試 你要分 藝術家都要吃飯 哈哈 我們剛才也在說這件事 就是 因為其實你小時候講考試 大時候講究竟商業藝術 究竟你去到最後 你畫完一幅畫出來 或者你畫畫的中途 其實你都要吃飯 你都要生活 究竟去到最後 藝術家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我畫完一幅畫出來之後 有什麼 首先第一步就是 第一步就是有人理解 有人喜歡 最後一步就是有人買 因為你現在就算 有收藏價值的 本身已經很有名 而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家 可能會比較容易入手 相對 如果不是 可能去到一些新進的藝術家 等等之類 經常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我畫的東西 或者我本身 我那個方向 是不是大眾所接受 或者去到最後 直白一點說 最後可不可以賣到錢 變成的時候 大家有很多衝動 究竟我畫這幅畫 究竟是給我自己 還是給我生活 變成藝術家很多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 困難 自己在那裡掙扎了很久 甚至有些會好一點 就是 我分開兩條路 一些是自己用來展覽的 有些是專門用來買 當然你分到的 你就分到 但有些沒有分到的 可能真的不行 我堅持 我是要講這些 我只是做我這些 藝術是要個人表現的 他就會這樣做 當然大家是否理解 或者是否有需要價值 這些可能是很後話 但大家普遍都 香港 先以香港為例 香港始終都會 還是堅持在這些位置 或者是否大家 想見到 需要 或者有一個收藏價值 大家在這些地方 都在揣摩 我覺得 人類 或者年齡 都是 例如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那時候是否 但以前讀藝術的時候 總會是大家覺得商業是一種 唉 這樣的事情 小時候一定是這樣想的 是啊 是啊 但是 我覺得又不是玩藝術家 要餐飯吃 我自己的心態 就是 有人買自己的玩具 原來是幾開心 是一回事 即是給錢 都是錢 都是錢 然後 我自己覺得 如果將這件事成為 一個放… 即是我的版本 就是將它放前還是放後 即是有些人 他會想做work 就是賣是最前的 他便做一些符合市場的作品 那些還是藝術品呢 這就是一個問號 例如我這種人 就是我會將我想做的事情 即是我想畫的畫放到最前 然後有沒有人喜歡 就是一個bonus 在市場來說 我就會比較吃虧 就是因為我不會考慮觀眾的感受 可能有時候都會考慮 那些人看不看到我的鳥 那隻腳 我會考慮 但你說會不會很市場地考慮 哪些顏色是吸引市場多些 又或者那些構圖的人 是易入口的會買 這個我便不會考慮 變相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已經進入了市場 我覺得我便會吃虧那一批 所以我覺得是人們怎樣放過 先後次序去處理 反而我會反過來想 當然這是有每個藝術品的前後選擇 但未必是這麼極端 當然可能是大家在掙扎 或者在不同時候有不同的調配 或者是好像考試一樣 拿到一個平衡 所以我也認識有些人 他是要賺錢的 因為他是維生的 那他怎樣賣到之餘 又畫到自己滿意的話 我想這就是很多人在做的事 我起初也是這樣想的 但到後期我會想 反過來想 你說人家商業 你自己能不能做到商業的事 你想在商業上成功是很難的 所以我小時候就像剛才那樣說 但後來我便意識到這件事 然後我反而會覺得 有時候也會聽到有些人覺得 他的東西真的很商業 很差 但我又覺得 他的東西可能在市場角度很商業 但其實他也是一件art work 或者他也有些很honest的想法想表達 那我就會覺得他也挺好 也挺成功 即是你又做到商業又做到honest 起碼你說 村上紅 我以前很不喜歡 但我現在也投入了 為什麼 我會開始看多了 我會接受 或者我會給他的商品 你拿了這個最大爭議性的人物出來 我以前很不喜歡這個人 但你又想不到他想到的東西 你有沒有投入 如果用一個商業角度 看他是很成功 他的行商手法就是 他去表現他對於藝術的想法 我現在會覺得 所以去到最後 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有沒有可以做得到 剛才Apple說的Balance 我會再強化一點 就是你有沒有辦法 可以說你做的art work 而是說服到commercial那班人 喜歡你的東西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如果另一種方法 就是從根源入手 其實現在我們的城市 就是說很多東西要商業化 很多東西要很即食的 很多東西要快的時候 那有沒有辦法 其實可以透過新一輩的文化人 創作人 甚至乎傳媒人 將一些本應的審美觀 一些藝術文化的東西 一個營養去帶給大家 給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是好的東西 或者給他們多一些空間 給他們去思考 其實什麼叫做好 什麼叫做不好 或者不要這樣分 或者叫做哪些比重 去怎樣去衡量 去覺得 這可能是商業成分高一點的 那樣是藝術成分高一點的 起碼不要一來說 我一說藝術 你一說錢 一說我藝術的 我懂得嘟的 起碼你不要 不要再上位者 或者那些叫做大眾 不要一來就抗拒 藝術的 我不懂的 我不看 不去想 起碼可以讓他們 而入口一點 也要認識一下 希望將這個氛圍 因為我們經常說 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 希望將這個氛圍 可以慢慢由一棵樹 變成一個綠洲 令大家有興趣 開始看多一點 學多一點 自然慢慢讓商業感受到 其實藝術也是一個門 或者我們有這個需要 從而令整個餅畫大一點 尊重藝術文化文創 我會這樣想 所以來到這裏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上升了很多 但如果呢 你給我畫 我還是會畫一些飛上 不用了 今天開始 你一定要每一天 不是一天 你現在開始 你要每一天畫一幅畫 每一天 一個月之後你交給 這個很大壓力 看看你會怎樣 可以演成什麼 我過不了自己 不會過不了 我自己很漂亮 你畫的東西 但如果想看更漂亮的東西 就要看 Apple 因為時間真的差不了 我們已經超時了 超時了很多 唯有在巴加巴巴裡 剪時間 因為這個錄音 我會一刀不剪 是看不到的 你不要舉 去到5月6號 由今天開始 今天是26號 還有少許時間 最好聽下去 沒什麼時間 5月4 5月4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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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在哪裡 地址在中環的大館 5號 Touch Gallery 2樓 2樓 Touch Gallery 我想要說清楚 大館主要的座 3座 白色 白色 最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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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店舖 有店舖 其中也有店舖 沒有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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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店舖 有店舖 有店舖 大館 總之不要去後面 有一個大的展覽館 對 那個展覽館 不要去後面 大館 下層一點 有酒吧的地方 總之酒吧對面最大 白色的地方 大家努力找一下 真的挺難找的 2樓 Touch Gallery 就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很棒 非常感謝你今天 再來到 上星期來了 根本星期又來 下星期又來 下星期又來 又來 又來 或者會不會不久的將來 可能 因為其實 一個月的計劃要實行 對 一個月之後 還有什麼評論 沒錯 還有我們剛才Mike後也說 有些話題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大家繼續深入討論呢 下次可能會做其他的媒體 對 對 不如找多幾個嘉賓給你們 好 好 可以搶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 多謝 下星期 記得留言 分享給更多人看 下星期見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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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